慘死了啦 對不起 有時候在玩遊戲 我也想玩 可是又讀英文 很煩 我想玩遊戲 快點 你要幫我打他 太強了 快點 打他 那裡 後面 後面 打他 快點 你贏了 你贏了 好強 太弱了 你每次不讀書在幹嘛 你這幾天都要斷跑了 有玩遊戲 你看到你每次都要跑20幾分 這像什麼話 按摩天書 你看哥他們為什麼可以玩 會可以玩分啊 沒有人 沒有人 去開門 我等會再回來 請問你哪位啊 這位夫人您好 我是超神遊戲設計公司的行銷專員 這是我的名片 那你有什麼事嗎 請問府上有對於英文學習感到困難 且又特別愛玩遊戲的孩子嗎 有啊有啊 你怎麼知道 我們公司最近設計了一套新的遊戲軟體 能夠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請問你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嗎 好好啊 趕快進來 這是本公司的產品 它一上市就非常熱銷喔 因為這套遊戲可以根據孩子的需求自行編輯字庫 例如課本的單字 全名音檢 甚至是託福或多益 都可以利用此遊戲來達到學習的效果 這套遊戲最大的特色就是遊戲式學習 主要是透過孩子對遊戲的興趣來提升學習英文的動力 那它要怎麼操作啊 就讓我來為您示範吧 在英番中的模式裡 英文單字會出現在螃蟹身上 消滅螃蟹後會出現對應的中文 可加深孩子對英文單字的記憶 此外 透過自訂字庫的功能 可以選擇想要練習的英文單字 而中翻譯的模式則是顯示中文 讓孩子輸入對應的單字來驗收學習的成效 在字母關卡中 身上有著大小寫字母以及數字的史萊姆 會從上面往下掉 當史萊姆堆疊到警戒線上時 則遊戲結束 聽起來還不錯 可是遊戲玩久了會膩 關於這部分呢 未來我們會增加新的背景主題 及不同的遊戲模式 那還會增加什麼新功能嗎 我們會內建更多的字庫 另外還可以讓孩子在遊戲結束後 看到自己打錯及不熟的單字 以達到複習的成效 以上是本產品的遊戲說明 請問你有音樂共買之後遊戲的品牌嗎 有遊戲嗎 不然我要玩 不然就買吧 耶 宣傳的遊戲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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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又一會開百分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